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手中變種病毒病例 患者沒有旅行史 佩洛西說 不擔心疫情影響自己連任眾院議長 路易斯安納州當選眾議員 染疫身亡 國會首例 美國裁長透露 第二張紓困支票何時發放 下面是詳盡的新聞內容 應保守黨一群堅定支持脫鉤的議員 29日在國會力挺手上約翰遜的英歐貿易協議 認定這項協議維護了英國的主權 據報導 下議院強硬派歐洲研究小組說 對約翰遜這月24日 和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達成的協議感到滿意 他們認為和歐盟關係密切 為英國主權帶來威脅 這項協議在法律上維護了英國的主權 而且完全尊重國際上主權對主權條約的規範 該團體補充說 公平競爭的環境 並不妨礙英國在它認為適合的時候修訂法例 即使要冒著關稅反制措施的風險 倘若這些不被接受 英國可能提前12個月通知中止協議 反對黨工黨曾經表示支持這項協議 這意味著無論歐洲研究小組的保守黨議員 是否支持都幾乎可以肯定會順利過關 在星期二 蓋洛普公布的年度調查中 川普總統成為美國最受尊重的男士 擊敗了前總統奧巴馬 連續十二年的第一名寶座 該調查的受訪者之中 有百分之十八的人提名川普 作為自己最尊重的對象 而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受訪者提名奧巴馬 百分之六的人提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此外還有百分之三的人 提名美國國家過敏給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西 百分之二的人提名教中方國際 這個民意調查在74年當中 有60年美國人最崇拜的男士對象 都是時任的美國總統 在川普還是一個政治素人的時候 川普就在1988年、1989年、1990年和2011年 進入前十名派行榜 而拜登只是在2018年的時候 曾經闖入前十名 美國科羅拉多州衛生官員星期二宣布 該州已經確認手中感染了首次在英國發現的變種病毒病例 該病株比原先的中共病毒 擁有更強的傳播性 並且通知了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 官員說感染者是一名男性 二十多歲 沒有旅行史 現在被隔離在丹佛爾南的埃爾帕特院 科羅拉多州長賈利德·波利斯說 對於這種新的中共病毒變種病毒 我們還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我們將會非常密切地關注這種病例 以及所有的COVID-19指標 波利斯表示 公共衛生官員正努力通過接觸追蹤系統 以確定其他的潛在病例 以便壓制病毒的傳播範圍 這個月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推算 新的變種菌株可能已經在美國傳播 只是暫時未被發現 就是控中心以英國和美國之間正在進行的旅行為理由 推測新變種病毒可能已經傳入到美國境內 在英國宣布發現新菌株之後 愛爾蘭、法國、比利時和德國等歐洲國家 以及其他國家都紛紛宣布關閉邊境 美國眾議院議長南西佩洛西 29日對記者表示 她不擔心中共病毒疫情 會影響她連任眾議院議長職位 但民主黨內部便出現分歧 與兩年前相比 民主黨在眾議院佔大多數席位的希望微乎其微 已經有一些民主黨人表示 可能不會支持佩洛西 有些民主黨人認為 基於中共病毒疫情的原因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 凱文·麥卡錫可能會當選為眾議院議長 民主黨眾議員約翰·阿姆斯表示 由理論上看 我們有六個人或八個人感染了中共病毒 不能回來 共和黨人便沒有 他們可能會選擇麥卡錫 11月3日選舉日期間 民主黨在眾議院輸了至少十個席位 同時康納·拉姆、賈里德哥爾登 和艾麗莎·斯諾特金都已經表示 他們不會投票給佩洛西 12月初 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的民主黨眾議員 歐海獸說自己不會支持佩洛西 是時候有一名不一樣的領袖了 美國奴役斯安拿州當選的 共和黨籍國會議員 盧克·萊特洛 週二因為中共病毒死亡 年僅41歲 這是國會議員或當選議員之中 手中感染之後的死亡個案 萊特洛在12月18日宣布 他的中共病毒檢測程陽性 23日之後 一直逗留在什里夫·波特的奧克斯納 路易斯安拿州納大學醫院的 深切治療部 家人在發給當地媒體的一份聲明中 感謝過去幾天來 外界給予大量的祈禱和支持 但是在這個困難和意外的時刻 希望保持私隱 萊特洛本應在這個星期日宣布進入國會 在當選眾議員之前 萊特洛曾經擔任前眾議員 拉爾夫·阿拉伯罕的幕僚長 萊特洛和妻子 育有兩名年幼的子女 美國財政部長史提分母音星期二透露 美國家庭 應該很快就能收到他們的疫苗紙困支票 母音表示 政府將會由星期三開始發放支票 意味著 民眾應該在未來兩個星期內 開始收到這些支票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 財政部和美國國稅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向符合條件的美國人和他們的家屬 發放第二輪經濟影響補貼 這些款項 是我們承諾向美國人民提供至關重要的 額外經濟援助的一個組成部分 收件人可以使用國稅局的追蹤我的支付工具 來檢查自己的支票情況 絕大多數符合條件的家庭 將不需要採取任何手續 立即可以獲得他們的支票 按照目前的情況 支票金額將會為600美元 星期一眾議院通過了一項獨立立法 將經濟影響補助 由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 這是川普總統一直公開要求的金額